您好 欢迎乘坐专车 很高兴为您服务 李宗恒 杨阳 没想到分手了 还能理解你 你现在忙什么呢 我忙着当专车司机呢 您好 手机号多少 咱们出发 分手以后连我手机号都忘了 这就是男人 你换手机号了吧 换了 3271号 那我上哪指导去 到西宫小区是吧 请您借好安全带 我刚拌完家就知道我住哪儿啊 跟谁打听的啊 谁告诉你的啊 诶 平台告诉我的 李宗恒 你想好吗 以后那路你怎么走啊 跟导航走 这还用想吗 诶 我是这意思吗 你知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30啊 堵点车35 车费大概是 但到时候我手机要20块钱 我说心里话 你怎么还这么贫呢 你这臭毛病能不能改 诶 咱俩已经分手了 我以后再不会听你的了 开车 好 哎 好嘞 空调温度合适吗 不合适 挑高点 好 您好 新闻小区到了 请您带我随身物品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这给他看平台咋拍单了 我的妈呀 知道再见面是概率 不降吗 我说 好了 哎 咱俩玩看个电影去吧 不是你咋想的 咱俩都分手了 哎 这多少钱没一起看了 看一看 关键咱俩看合适吗 哎 行 别管了 我买票了啊 那就我家附近的电影呗呗 挂了吧 哎 你咋还没走呢 刚才什么谁家附近的 哎 你这手机挺好看的 在哪买的 啊 这是我在转车上买的 这二手苹果十三 才花了三千多 比星期便一千多 用起来个新的一样 而且转转还有官方验集 每台手机都经过智能检验 特别靠谱 上面的二手平板也不错 全都保修一年 推荐你去转转上看看 李总航 我们还能回去吗 回去行啊 但这点堵车呀 这挺长时间的回去的 哎 你是真听不明白呀 杨阳 我明白你啥意思 我觉得咱们俩既然已经分手了 就不要再回头了 我们都应该开始各自新的生活 都应该往前看 说实话 我真心祝福你 我希望你能安好 但你要安不好 你就得赔钱了 你说你开个车门 你敢把我车门给耗起来 你说你 你怎么能把他 这手劲还是大